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时候要吃 等毛鼠进货不就有了吗 以后想吃什么 想玩什么告诉毛鼠 我就把它们放在小车上 搜的一下就推到你面前 我现在就要 毛鼠 我想要这个 想要一只小鸡仔 这是小鸟风筝 好 大毛鼠下次进货的时候就给你带一只小鸟风筝 汤圆 你快看是谁在放风筝 我也想放风筝 咱们去看看 大灵老师 毛鼠好 大头儿子和汤圆来了 大头儿子 汤圆 你们也是被风筝吸引来的吧 是的 我们也想放风筝 毛蓉蓉 你的风筝真好看 能借我玩一会儿吗 我也想玩 可以借你们玩 但是小心别弄坏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小鸟风筝 只有一个 没事 你们想要什么样的风筝 等下次毛鼠进货的时候给你们带 真的吗 太好了 我想要一个宇宙飞船的风筝 我想要一个大鱼的风筝 好 毛鼠 我也想玩 我要大老虎的风筝 你们放风筝 我给你们拍照 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放风筝 咱们下周挑个好天气 举办一场风筝大赛 好不好 好 没问题 你们还有什么想要的就要送毛鼠 毛鼠这儿什么都有 毛鼠 我想喝虫子味的汽水 我想吃西瓜味的雪糕 毛鼠 能帮我打一份摄影集吗 没问题 毛鼠 毛鼠 我们去放风筝 你先去放风筝 等毛鼠这边忙完了就去找你 好 我现在放风筝可厉害了 以后能放更大的风筝 好 等比赛结束了 毛鼠亲自做一个更大的风筝送给毛蓉蓉 好不好 说话算话 肯定说话 大头儿子 我们的口号是 火箭火箭 一杯冲天 好样的 大头儿子 儿子 咱们这大老虎风筝肯定能拿第一名 那当然了 注意安全呀汤圆 放风筝的时候注意看路 小心别摔着 放心吧 妈妈 好 今天多拍点照片 好 去吧 别着急 毛鼠就在这看着你呢 西瓜雪糕到了是吗 就等你这雪糕了 我马上过去取 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夏令营风筝大赛正式开始 好 夏令营风筝大赛正式开始 毛鼠呢 毛蓉蓉 别着急 我给你举着 你来放 谢谢大头哥哥 谢谢大头哥哥 毛鼠 毛鼠 你看我 毛鼠 您可算回来了 奖牌真漂亮 大头得第一了 来 毛鼠奖励你一根冰棍 谢谢毛鼠 我好热 毛鼠 毛鼠 您那有橙汁汽水吗 有 你们看 谢谢毛鼠 来 我们的小摄影师 谢谢毛鼠 撞撞 这是你的西瓜雪糕 毛蓉蓉呢 他没和你们在一起吗 对不起毛鼠 我今天放风筝 不小心把毛蓉蓉的风筝线刮断了 他先回去了 他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这小丫头 脾气还挺大 没事 我回去说他 快拿着雪糕吧 一会儿都化了 谢谢毛鼠 你们慢慢玩 我先去找毛蓉蓉 好 毛蓉蓉 醒一醒 咱们回家睡 在这儿小心着凉 要不要坐毛叔的小推车回家 可快了 我不要 我讨厌小推车 怎么了 怎么了 是不是今天比赛不开心呢 撞撞啊 也不是故意的 咱可不能这样闹脾气啊 不是撞撞 我没生他的气 那是不是心疼风筝啊 没事 毛叔下次给你买个更好的 不要 我什么都不要 这孩子 这孩子 毛蓉蓉 你去哪儿 毛叔正找你呢 毛蓉蓉 毛叔 毛蓉蓉他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回来就跟我发脾气 毛叔 您先别着急 我先去找毛蓉蓉问问 毛蓉蓉 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大头哥哥 你怎么拿了这么多风筝 你的风筝不是飞走了吗 我和汤月儿撞撞 就想把自己的风筝分享给你一起玩 大头哥哥 你们玩吧 我不玩了 你是不是有不开心的事 跟我说说呗 我不想理毛叔了 为什么 毛叔有了小推车 做了和我的承诺 他本来答应来看我放风筝 还答应给我做一个更大的 草蓉蓉 大头儿子也在了 晚饭也不吃 饿坏了怎么办 大头儿子 毛叔再去给你拿一份 不用了 毛叔 咱们一起回去吧 走吧 我们一起回去吃吧 毛叔 您是不是答应毛蓉蓉什么事情给忘了 什么事 我想想 毛叔 您记性那么好 我们每个人要什么您都记得 再想想答应过毛蓉蓉什么了 我记得他一开始跟我说要一个小鸟风筝 也没说要别的 那风筝比赛的时候呢 风筝比赛 我知道了 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呢 没有 我也该回家了 明天见啊 毛蓉蓉 再见 毛叔 明天见 明天见 早知道就说买一个好了 这东西也太难做了 毛叔 说话可要算数 您都答应毛蓉蓉要亲手做一个风筝了 是啊 就是这 毛叔 别担心 看来我们需要一些帮手 等着我 谁 毛叔 帮手们都到了 小头爸爸 我们的风筝设计师 壮壮负责剪裁 汤圆负责贴 小明负责图案 真是太谢谢大家了 毛叔 别跟大家客气了 要不是您 我们俩人举办风筝大赛呢 更别说是吃了那么多好吃的习惯品棍 喝了好多冰镇橙汁啊 还拍了很多比赛的照片 是啊 毛叔 这次我们肯定能完成 重新让毛蓉蓉开心起来 好 那我们开始吧 大头哥哥 是什么惊喜 你可不能偷看 惊喜在哪 毛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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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叔说好了要看你比赛 但是有事耽误了没看成 是毛叔不好 但是你看 这是毛叔之前答应你做的大风筝 这个风筝送给你 我还没说要和毛叔和好呢 那怎样才能和毛叔和好呢 您今天还进货吗 今天不进 之前进的货多 够用一段时间了 毛叔今天和我一起帮风筝 好 太好了